30号晚间6点左右 南韩夜空突然出现不明飞行物 直直地冲向天际 留下一道细长的彩色烟雾 如同闪电一般划破天空 神秘的景象让网友纷纷拿起手机狂拍 有人怀疑是幽浮 是超自然现象 也有人担心是北韩发射飞弹 吓得疯狂打电话报案 后来南韩国防部出来说明 这其实是军方在试射固体燃料运载火箭 只是因为射击军事机密 所以没有提前公告 不知是否为了反制南韩成功试射火箭 北韩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 再度朝东部海域发射三枚短程弹道飞弹 趁着全球笼罩在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的阴影之下 减轻国际对北韩施加的压力 北韩更加积极的发展飞弹计划 今年一共进行了37次试射 包含发射8次洲际弹道飞弹 发射的飞弹总数约70枚左右 打破了金正恩执政以来的单年记录 而且北韩今年不但公开了 三次发射巡异飞弹的情况 还成功发射了火星17新型洲际弹道飞弹 射程范围包含美国全境 北韩也准备重启已经关闭的核式地点 可能会从2017年以来再度进行核式 专家推测北韩在新的一年 应该会持续与中国和俄罗斯站在一块 而且比较不会理会美国和南韩的交涉 武器测试和军事挑衅 恐怕只会越来越频繁 欢迎新闻林明轩综合报道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一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就像坚持人们一样的人 看来 我们看来 我们来说 看看 你是